女孩躲在帐篷里拒绝了眼镜小哥的邀约 没想到下一秒男孩猛的一张 随即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女孩吓坏了 惊恐不安地看着满脸鲜血的眼镜小哥 眼睛里充满了歉意 她名叫小美 因为有人恶意散播她的裸照 她被父亲关在家里整整半年 直到前几天 眼镜小哥和文师男找到她 邀请她和闺蜜前往波登湖演营 在母亲的帮助下 小美顺利出了家门 就这样 四个年轻人来到波登湖 这里风景秀美 却没什么人 原来就在60年代的时候 波登湖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四名少男少女惨遭杀害 警察却至今未抓到凶手 案子也变成了一桩悬案 事实上这也正是眼镜小哥的目的 她热衷于各类杀人案件 希望自己能成为福尔摩斯 破获各种一难杂案 于是她邀请了与受害人体型差不多的小美两人 想要重现多年前的那起谋杀案 小美这才明白 自己伤当受骗了 但是已至此 秉持着来都来了的精神 她留了下来 四人在这里暗影扎寨 晚上眼镜小哥想重建犯罪现场 可惜这几人没一个听她的 等所有人玩够了 才安静地坐在篝火旁 眼镜小哥想象着那个凶手 那一定是个精通许多技能的高大男人 人总演绎的上男少女 等到夜晚所有人睡着之后再杀掉他们 虽然她想得很美好 但闺蜜等人对此并不感冒 跑回帐篷玩闹起来 夜色已晚 四人进入梦乡 半夜 小美听到奇怪的声音 她猛地醒来 轻轻地拍醒闺蜜 让她仔细听 外面仿佛有人靠近 闺蜜迅迅速寒醒纹身男 男孩仔细听了听 跑出去查看 在她离开以后 周围一片寂静 什么声音也没有 帐篷里的三人有些不安 就被纹身男吓了一跳 发现是虚惊异常 闺蜜跑出去解决生理问题 周围黑曲曲的 薄雾笼罩整个树林 女孩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 担心她害怕 纹身男追了上去 现在帐篷里 只剩下小美和眼镜小哥两人 男孩突然提起照片的事 她有一个猜测 却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小美 因为整起事件并不单纯 幕后主持 可能另有目的 即将知道是谁害的她 小美激动起来 不停地追问 就在眼镜小哥准备说出猜测时 帐篷突然倒了下来 男孩跑出去查看 估计是纹身男两人的恶作剧 便决定报复回去 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另一边 树林里的闺蜜总觉得 有人朝她靠近 她听到小美的尖叫 急忙往回跑 半路遇到纹身男 两人不愧是好友 都以为是对方的恶作剧 但他们听到小美的求救 赶紧往回跑 看到重伤冰死的眼镜小哥 两人一下慌了神 不知道如何是好 眼镜小哥认为 凶手还在附近 催促好友们快走 看她这么坚决 纹身男找出带来的斧头 带领两个女孩 向树林里跑去 三人在里面寻找着出路 他们打算先去找车子 纹身男有些后悔 他不应该丢下眼镜小哥 就在几人停下时 他们听到身后有动静 好像有一个人 在朝他们逼近 三人立马加快了速度 可闺蜜突然摔倒了 脚严重扭伤 再也没办法走路 她便让小美两人去找车 就在刚刚不久 眼镜小哥惨遭杀害 现在闺蜜又因扭伤 留在原地 小美急切地找着路 没想到他们又回到了原地 这样小美的情绪有些崩溃 纹身男急忙按住她 让女孩冷静下来 见她点了头 两人继续找着路 周围很近 小美提起 不知道情况如何的引进小哥 随后话题转移到闺蜜那里 因为纹身男平时就是 花花公子的作风 小美以为 她和闺蜜有一腿 闷不作声往前走 纹身男看着生气的女孩 终于说出实话 她其实 是想跟小美单独说说话 最好是闺蜜不在的时候 男孩认为照片是不存在的 她曾经试图找过 却什么都没找到 不仅如此 警察来找也没有找到照片 而小美本人更是没有见过 但小美并不相信她 如果没有照片 其他人为什么要撒同一个谎 实际上是有一人见过照片的 那就是闺蜜 但闺蜜是对小美最好的 最艰难的那几天 都是闺蜜陪她度过的 现在的她 面对曾有好感的纹身男的告白 都一脸平静 男孩见她不幸 还想继续说 一把刀突然刺进她的身体 穿过她的真心 闻身男不可置信地看着伤口 直接倒了下去 而杀手悠闲不够 又连刺好几刀 小美就在一旁看着 杀手摘下帽子 露出闺蜜的脸 原来两人之前在家里密谋的 就是这件事 小美认为 是闻身男两人传播的照片 在闺蜜的教唆下 她决定让这两人血债血长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小美和闺蜜换上工作服 将尸体装进袋中 随后绑上石头 将它们从山坡上推了下去 看着两人沉入湖底 闺蜜十分满意 接下来就是消除身上的怀疑 她打算等回到城里 就将车子沉水 但他们忘了一件事 车钥匙在闻身男身上 跟着尸体一起沉湖了 两人只好回到湖边 小美因为水星叫好 下水去找钥匙 但下面的能见度太低了 寻找两个黑色的袋子 更是难如登天 她想要放弃 闺蜜却坚决反对 让小美必须找到钥匙 面对她的信任 小美再次潜进水里 终于找到了袋子 但她也快要坚持不住 岸上的闺蜜 看着迟迟没有动静的水面 十分的担心 就看到小美举着钥匙出来 她立马欢呼起来 两人快速回到车上 离开波登湖 车上杀死了凶手的小美并不开心 想到闻身男的话 她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 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闺蜜坚持说自己看到了照片 但当小美询问照片上的细节时 她却遍而不谈 小美便提议 两人之后不要再见面了 这样闺蜜有些气恼 认为小美是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 她杀人全是为了帮她 现在对方却要和她绝交 气得破口大骂 小美不发一言 等闺蜜发泄完再次询问起照片的事 闺蜜终于说出了真相 她对小美一直抱有一种独占欲 当听到女孩张口闭口都是纹身男时 她知道自己将要失去小美 为了把人抢回来 嫉妒的闺蜜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聚会的时候 她把小美迷晕 拍下莫须有的照片 然后开始散播谣言 只是几句话 学校里的人开始讨论小美的裸照 并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曾经看过 三人成虎 小美不得不相信 闺蜜便开始下一步计划 她让纹身男当了替罪羊 并告诉小美 看着绝望痛哭的女孩 她却欣喜于小美 终于重新属于自己 谣言愈演愈烈 闺蜜终于听到想听的话 正好她发现引进小哥 对杀人案十分感兴趣 机会主动送上门 她十分兴奋 开始练习如何能够一刀毙命 并准备好抛尸所需的物品 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闺蜜终于抢回了心爱的人 可明白 她才是幕后主使的小美 怎么会让她如愿 女孩决定回去后 立马去向警察告发 就按了闺蜜一击 看着手上的血 小美猛地扑了上去 与闺蜜牛打起来 车子在公路上开始飘移 闺蜜艰难地推开小美 就发现路中央站着一个男人 赶紧扭转方向盘 项铃钟几尺 车子停下的那一刻 闺蜜磕到了头 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小美 女孩已经昏迷 而不远处的男人 朝他们走了过来 闺蜜警惕地看着人 嘴里不停地喊着小美的名字 等男人看完两人的情况后 闺蜜立马将小美喊醒 然后快速翻找着车里的工具 想先下手为强 但小美不肯 闺蜜只好要她 却一头雾水 严谨小哥不是被闺蜜杀掉的吗 两人这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波登胡除了他们几个 竟还有一个躲藏在暗处的人 就在两人感到不安的时候 那个男人已经发动了车 拖着他们向前 车子停不下来 两人便打算跳车 可车门打不开 他们又跑到后座 小美还没下定决心要不要跳 前方出现了一个弯道 车子直接撞上了一旁的树 在空中来了个180度的大旋转 两个女孩受到剧烈的撞击 全都晕了过去 而车子还在继续前行 直到绳子转到尽头 那个男人开着车扬长而去 将他们留在原地 天渐渐亮起 小美醒了过来 却惊恐地发现 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她赶紧喊醒闺蜜 催促女孩快跑 她却因为腿部受伤 只能待在原地 闺蜜跑进树林 没想到 那个男人放出了一条恶犬 她大喊着救命 没注意脚下的路 从上面掉了下去 太阳终于升起 小美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头上套着一个麻袋 嘴被死死的封住 而闺蜜就在一旁 衣服也换成了 当年受害者所穿的泳衣 男人就站在湖边 看着车子沉入湖中 夜幕很快降临 两个女孩惊恐不安地 听着魔刀的声音 头上的袋子突然取了下来 看着面前这个可怕的男人 两人害怕得瑟瑟发抖 被男人扔进帐篷里 里面除了他们 竟还有被杀死的眼镜小哥两人 随后帐篷被封住 里面漆黑一片 两个女孩的闷哼声紧接着响起 逐渐没了声息 天亮后 小美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出现在家门口 吓得大叫起来 警察根据她的供词 仔细搜索波登湖附近 却没有发现 关于男人和狗的任何线索 就像是多年前那桩惨案一样 找不到任何凶手 最后小美疯了 一段时间之后 波登湖再次迎来一群 想要追查真凶的人 定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改编子真实案件 名叫波登湖 N年过去 凶手仍未找到 外界对于凶手的身份议论纷纷 本片就是其中一种猜测 虽血型程度较少 但两次反转 足以带给人惊喜 感兴趣的小伙伴 给你去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师姐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Mu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